三昧代表无量寿 说明他在菩萨的身份上 具有着无量光寿的佛的信德 那么他的智慧光明是那样的清净 因为光明是智慧之相 他是从自信清净心里面显发的波如智慧的光明 所以他超过日月的光明 日月的光明也可以照明 但是它不能断众生的烦恼 日月的光明只能照到屋内不能穿透障碍 那么阿弥陀佛的这个光明 可以穿透所有的高山墙地 所以这个智慧的光明 跟日月的光明远远超胜 这个清净之法具足圆满 就这些菩萨清白 就是指向佛性奴来的这个善法 都具足圆满 他们这菩萨正道的那种五份法身的功德 就谈到他的心地就像雪山 雪山大家想思维一下 比如像喜马拉雅山这样的雪山 这个雪山中年白雪哀哀 这个冰川 所以它是没有受到污染 很洁净 然后那里也没有什么 看得见的土块呀 树木啊什么 它都是白雪哀哀 就用这个像雪山那样的情况 能够造见 一切功德 是那样的平等一向清净 雪山造一切都好像他那样的雪白的样子 这就是这些菩萨的心地呀 是平等一向清净 如大缘禁制一样可以造明一切的功德 然后他的清又像大地 大地呢就有宽德的特点 厚德载无平等一向 宽然不动无言 但给一切有情和无情众生的恩惠 恩德 就是厚道 大地厚道 所以心就像大地清净的和污秽的 好的和坏的 在大地上拧过走过他都平等 没有差别性 你就是一个皇帝的华丽的车子过来 和一辆装粪的车过来 他都接了 他不能说皇帝的华丽的车子 他很高兴 让他通过 那个破车子装粪的车 请等一下 你不能过来 所以净会毫无意行动 所以我们 我们这些学佛的人要学这个 我们这个 不能看人下挂 看原来禅宗有一个对点 他就是看人 人家一来 他以为是一般人 就很随意 坐 结果一说他有身份 那就请坐 结果一看身份 身份很高 请上座 开始是一般的茶 结果身份高 好茶 再身份更高 最好的茶 你就把这个作为一个对点 来讽刺佛们 就是我们有差别性就不好 当然可能我们面对这样的差别性的世界 也免不了 我们还有一般的疗房 有上个堂 可能也免不了 但是我们尽量做到这种平等心为好 这样众生才会比较接受一点 好 对治烦恼 作烦恼贼 显发佛性 优游如火王烧灭烦恼心 故就是这些菩萨的智慧 就像火王 这个火王就把一些烦恼的心财都给烧尽 所以这个火力越大 断祸的力量也就越大 所以断烦恼 灭烦恼心 是要靠过瘾之路 好 再就是表明极乐世界这些菩萨的解脱的 这种洒脱的心理 就是他行为注释 就像风 风在这个空间上行走 吹拂 虽然他掠过了树木 花柜 房屋等等这些物质 但是他不会停留在什么地方 所以行住世间无障碍过 他不住 这个风不是看着这个树木很好 就住在这个树上 所以这就表明我们的心态 你怎么住的洒脱就是无住 不执着 所以佛陀坐下的比丘 他在树下一树 他都要注意一个什么心理 你在一根树上都不能坐在那里超过三页 三页 你超过三页就有执着 这个树很好 我就永远住这个树 你有住就不行了 你就不能像风一样 所以你看圣团里面房子 房舍常常要调换 几个月调换一下 你不要执着这个房子 就是我的房子 我的家 谁也不能动 然后疗房里面放满了东西 那这个单个家都得要好几卡车 那就麻烦了 像风 然后他的那种解脱知见的功德 就像虚空 心向虚空 虚空里面的法在那里 他不会执着他 不会贪恋他 心向虚空 心向莲花 莲花它有个特点是出污泥而不染 它离不开污泥浊水 但是它不认同污泥浊水 它长在污泥浊水的上面来 所以虽然在世间 它不被世间所污染 这就是莲花的特点 所以莲花还只能长在污泥浊水 不能长在高原陆地 于是你在污泥浊水 污泥浊水代表我们的烦恼 沉恼 如果你用得好这个烦恼沉恼 正是滋养莲花的养料 所以我们也不要怕烦恼 不要怕这些沉恼 你要看怎么用心 你一定要有一种智慧 让这个莲花长在虚空里面 你不要同流合污 不要高度认同那种世界的东西 而高度认同就是你有个执着 认为它真实 你只要看到它的空性 你的莲花就长到空中来了 所以有人就把这个莲花 称为叫混熟仙 跟熟人混在一起 但是它是仙人 有的称为忍露仙 它能够忍受污泥浊水 所以在它身上有这个脏东西 那个脏东西 但是它默默无尼 它是忍露仙 最终就能成为解脱仙 所以我们莲花是净土的一个 一个很强的文化符号 我们说西方极多世界都是 遍地都是莲花 可以说成为莲帮 莲花之帮 所以修行净土法门的 甚至称为莲宗 同修叫莲友 记载那样的修行时间的都叫莲露 所以这个跟莲花是密切相关 我们就得要学习 极乐世界菩萨这种莲花的品格 好 请看下面 幽如大乘运在群蒙出生死故 幽如重云震大法雷绝未绝故 幽如大雨欲甘怒法认众生故 如金刚山众无怪道不能动故 如凡天王与足善法最上手故 如泥居类树土福一切故 如幽谈波花稀有难遇故 如金之鸟微福外道故 如重游轻无数长疾故 幽如牛王无能胜故 幽如相王善调伏故 如狮子王无数未故 旷若虚空大慈等故 好 请看这一段 下面这些比喻 是谈极乐世界菩萨利益众生的功德 化他的功德 那利他首先 这些他像大秤 他不是走小秤的道路 秤是车子的意思 是大的车子 不仅运载自己 而且能运很多的众生 一起出离生死苦海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菩萨 都有这种心量 不是治了汉 是大秤的菩萨的行为 每时每刻都想到 怎么运载这些众生 离开生死之苦 那么所以他所宣扬的佛法 也是大秤的佛法 这犹如大秤运载群蒙 那么运载群蒙 就是群蒙就是众生了 这个蒙 用这个蒙就是谈众生 就是他有佛性 但是还没有出来 叫做群蒙 要讲经说法 要讲经说法 他要就像从云就是密云 先由讲法之前 密云就来了 密云一来就有雷 雷声 聚集雷 这个讲法就像大秤的佛法 就像这个雷震一样 这个雷震 就能够觉醒那些 还在睡梦当中的 折服的众生的这种善根 那么这些菩萨到他方世界 都是以先觉觉未觉 为一切众生 着自君 着自私 着自有 来觉悟我们这些 还没有觉悟的众生 一定要用大法雷 这样的一种震撼的力量 才能达到目标 那么他们讲经说法的 这样的情形就像法语 就是下了大雨 这个雨就是甘露法 来指认我们众生 干枯的心田 而且使一切树木花贵 三草二木 都能够以它的种类 得到相应的资认 这是佛 一因说法 众生随它的根基 都能得到相应的利益 下面比喻 就是这些菩萨 他们的这种对三宝的信心 对佛性的信心 是像金刚山那样的稳固 不动 一切众谋外道 都不能够动摇它对三宝 对佛性的这种信心 信心坚固 如凡天王 余祝善法最上守顾 就这些菩萨 他修一些善法 用比喻梵天王 梵就是色戒 色戒出禅 有大凡天王 他们有个特点 就是在色戒天就离开了淫欲 离开淫欲 他就能够以清净心及其善 对于欲界的众生来看 他的淫欲的烦恼很重的话 针对这样的众生来树立 大凡天王的榜样 那大凡天王当然就是 一切善法的最上守 因为万恶淫欲守 正好他清净 离开了淫欲 所以他就一切善法 他是守 恶法里面淫欲守 善法当中他清净离欲 他也为守 这样来比喻 那么大凡天王还有个特点 就是一切佛事 现在这个世间成佛之后 他都会来清准法的大凡天王 那这个善法就做得更大了 别做善法最上守 如一句类树朴夫切骨 一句类就是一种又叫重广树 这个树长得很高 它长到三丈高的地位 才有它的枝条叶分布 那它的这个树广的什么程度呢 佛陀经典当中讲 那个树之大 五百辆车子都能够在这个树底下 能够逼应 你一句类树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树脂 树脂很小 能够它一长出来 长成这样高大的树 用这个树来比喻 这些极乐世界的菩萨 它那种大悲心 大悲心就是要安乐一些众生 让一些苦恼的众生 得到它的富佑 要让苦恼的众生得到富佑 希望富佑的这个树 越高大 越广阔越好 就像 就把这个印度一个最大的树 尼居类树来比较 就是这些菩萨的心量 要普因一切众生 就像这棵树一样 这些都是我们要 要去思维学习的 我们是不是有这么一个 心量 听到一些苦难的众生的痛苦 我是不是心量打开 我能不能帮助它 能不能在我这里 让它解除苦难 得到安乐 然后我怎么去布施 怎么有一种 慈悲的行为的表达 你不要看到别众生受苦 反正跟我没有关系 他没有饭吃 他饿死不饿死 跟我没有关系 你要看到 他挨饿的时候 就像自己在挨饿 他没有饭 他没有衣服穿 就好像自己没有衣服穿 一样的难堪 他在挨饿 受冻 就像自己处在那样的困境当中一样 这时候 他遭水灾 就好像自己被水困在那一样 这就是一个大同体的表达 当你有这种同体的感受之后 这种修集于共 所以你就会去帮助他 也会使自己的能力更 我去帮助他 我的福德要有一定量 我才有能力帮助他 我的要积累福德智慧的资良 虽然可能我们没有福德去 住很多利益住本事 但是这个存心一定要有 这个存心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有慈悲心 有平等心 这是一个人的素养 我们大乘佛法特别强调这个 如幽坛般花稀有难遇过 就是这些菩萨的那种高贵 出现在这个世间 就像昙花一现 这个幽坛般花 这个昙花是三千年才开日花 相传是转能圣王出现才会开花 所以一看这个昙花现出来 那是很强的内向 所以这些菩萨 他出现在他方世界就是像昙花 显出那样的稀有难遇 让众生生起那种稀有才高贵 黄金为什么高贵 就是他稀有 叫稀有金属 如果到处都是黄金 他如果不具有稀有的特点 他也很难被人珍贵 所以这些菩萨到他方世界去 做这些事情 住持三宝 无佛法处宣扬佛法 另一切众生离开身世苦海 这是非常高贵的事情 也是非常稀有的事情 像昙花一现一样 如金之鸟 微服外道顾 这些菩萨有大悲心 但是也有微德 如果光是有慈悲心 像老太太一样的慈悲 但是人家一欺负上来 你就没责 那也不行 菩萨的力量 他有微德一面 这里提出微德 就像大鹏金之鸟 它有自在的大地 这个金之鸟 它那个翅膀一展开 有三百三十六万里 这个金之鸟专门抓龙作为石鸟的 它要吃龙的时候 把那个翅膀 把那个大海水 一搞开 一散开 直接就把那个龙 龙子龙神就能抓来做石鸟 那用这个大鹏金之鸟 这样的一个力量 来比喻 它能够对那些外道 有一种震慑力 能够降服它 佛陀在世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力量 跟外道辩论的时候 佛陀是用他的智慧神通善巧 都能降服他们 一降服他们 这些外道也还是很认真理的 一旦你谈的是真理 破了他的邪界 他能够甘心情愿地来做比丘 所以每次佛陀要跟外道辩论的时候 先让旁手下人 先准备一批比丘的衣服 就有一批人都要出家了 能够威福外道 众游轻无数长几故 众游轻 游轻游行的 飞行的轻 飞轻 用现在话来说就是红鸟 这个红鸟根据季节的不同 这段时间在这里栖息 过段时间 冬天又在其他地方栖息 春天又换个地方栖息 好 这些红鸟 我没有学它什么 它不能带东西 不能长几东西 如果我要除尘东西 我要带走 它就飞不动了 上次我看一个这样的影视 那个猴鸟有时候表达母爱的时候 它有时候要飞过大海 飞过大海 它要把自己的小鸟 也要飞到彼岸 大埃的彼岸去 这里面就有一个 按它自己飞翔的这种力量和距离 它一个人能够飞过去 但是带着小鸟 要背上小鸟 它就飞不过去了 一飞不过去到大海 茫茫大海 一坠落 那就死路一条 那这些母鸟啊 在这种情况下 它把生存的机会给它小鸟 甚至是小鸟它训练小鸟 也基本上可以飞了 但是小鸟它没有力量飞过去 但是小鸟能够飞一半的距离 飞一半的海面 这个鸟就算得很准了 这个母鸟就把这个小鸟背在背上飞 飞到一半的时候 这个大海一半的时候 这时候母鸟已经是金比地金了 因为它的力量能够飞过去 但是背上小鸟 等于它要耗费一倍的这样的力量 等到飞到一半的时候 它就飞不动了 飞不动这个母鸟就坠落 坠落这个小鸟离开母身 母鸟之后继续飞 小鸟就能飞到地上去 你看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母爱有这么一种智慧的实力 那你说看到这样的一幕 这个母鸟的那种母爱 也是太伟大了 那它背上小鸟是没有办法 但是绝对任何的好东西 它都不能够有 所以我们要 极乐世界的菩萨要学这些好鸟一样的 没有一点长级 这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 现在可能我们受这些市场经济 这些唯物主义影响 东西越来越多了 这个家具越来越多 箱子越来越多 可能原来二十年前搬个家 可能一辆车就可以 现在可能搬个家要好几辆车 东西越来越多 东西越来越多是好事吗 这不是好事 这个欣慰无内 我们这个学佛的人 特别是比丘这种心态 一定要把这个长级的 这样的毛病形式改掉 东西越少越好 所以十二头头讲 但三衣 你只是三衣一搏 你的藏衣 多余的衣服都要布施出去 尽量做到这一点 多余的东西全都布施 你不要脑子存在那里存在那里 人家今年给人送一件毛衣 今年没有穿 明年再送两件 搞到自己的柜子里面 都有几十套毛型 这东西你都要赶紧布施 释放来释放去 你不要去长级 长级不好 所以你看讲极乐世界的菩萨的功德 实际上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 我们在这个世间 东西物质物品越少越好 其实人就是要过最简单的生活 他只有把物质生活最简单化了 他的心性 他的精神的价值 才能够彰显出来 才能体现出来 那出家人为什么自在一点 他就没有家 抬腿就是搬家 他就自在 众牛亲无所长级过 优罗牛亡无能胜部 这些菩萨 牛 你看忍耐 苛苦 温胜 卖低气 是牛里面的王 力量很大 没有谁能胜过 同时也要学牛 吃的是草 挤的是奶 这样的一个精神 有如相王善调伏故 就是相王虽然很大 但是性情非常的柔顺 调伏自己的心性 这个 释迦牟尼佛曾经 他有一次做相王的时候 有一个猎人穿着 穿着比丘的袈裟 这个相王看的是穿法服的 就没有逃跑 被他一见射中 一见射中 相王就说 我真想不到你穿法服 修行人还这样的着恶 相王还能说人话 猎人说 我本身就是猎人 我知道你们对这个衣服感兴趣 我顾一批的 中了我的圈道 相王都很慈悲 所以他说 那你需要什么 那个猎人说 我需要象牙 那这个相王说 那你这样 你现在你就赶紧把我的象牙拔下来 你就赶快走 如果你不赶快走 被我的其他的象群的其他人知道了 你射了我一箭 而且拔象牙 可能你就没命了 这个猎人听得也有道理 就赶紧把象牙一拔就逃跑了 等到一逃跑呢 其他的象也过来 哎呀看到 相王都这样被中箭了 而且象牙也拔了 说你出现这个事 你为什么不叫一声呢 那相王说我叫了你们 你们可不是把那个人给他弄死了吗 他说这相王都有慈悲心 所以忍痛而死 所以他这个 这个相体量很大 如果他的心情很凶猛的话 那这个人受不了 所以那个相常常要拿他上战场 要拿他喝醉酒 他才能够狂奔 所以这个相王 他是相里面的王很有道德 善于调布其行 若狮子王无所谓 故这个狮子百兽之王 这个狮子一毫百兽浅宗 列劳逃避 所以这个菩萨 比喻菩萨讲经说法就像狮子猴 无所畏惧 最后一个比喻就代表极乐世界 这些菩萨的心性 矿若虚空 他的心就像法界的体性 法界的体性像虚空一样的 无有边际 其中就是平等的大慈心 这是他的法界体性的妙用 平等的大慈心 好 请看下面 吹灭济心不济胜骨 专要求法 心无厌足 常于广说 自无疲倦 疾法骨 见法床 要会日破痴案 修六合静 常行法事 自永精进 心不退弱 为世登明 最胜福田 常为师导 等无真爱 为妖正道 无于心气 拔 足于赤 以安全身 公会殊胜 莫不尊敬 好 看这一段 这继续赞叹 前面用的二十个比喻 比喻这些菩萨自行化的功能 下面进一步赞叹 这些极乐世界菩萨 这种广大的菩萨的德行 他能够摧毁 灭除嫉妒之心 嫉妒心是二十水反脑之一 我们一般的人都容易 染上这样的毛病 就是看到比自己强的人 他就生起嫉妒 这种嫉妒的心 就有伤害别人的 这种念头和行为出来 所以这个世间 由于嫉妒的烦恼 很多人具有 为什么叫枪打出头鸟啊 人怕出名 猪怕壮啊 你不出来干事 也许大家都对你很好 你一旦出来做事 而且做得比较有成绩的时候 好 你就得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 种种的毁谤的语言读不出来 这叫绑随灵高 木秀于灵 风必吹之 这些 那一个修行的菩萨 一定要把这种嫉妒心给他灭掉 所以普贤菩萨师大愿望 为什么要随喜功德 对他人的所有的功德 不仅不嫉妒 而且随喜赞叹帮助 成人之美 他就横顺众生 只要让众生欢喜 足够就欢喜 用这个随喜功德 横顺众生 来对峙我们的嫉妒心 对胜过我们的人和事 不去嫉妒他 而且要帮助他成就 这就是一颗无我的心 这种嫉妒心 它是一个我直 虚荣这种产物 对修行是很大的障碍 这些菩萨专门好要求法 你看这些菩萨 在西方极乐世界 也没有像我们这样生存的压力 要找一份工作 要办一个公司或者什么 没有我们这些世间的事业 他在干什么呢 是不是天天在睡觉 人家在那里是专要求法 在做这样一些非常重大的 而且神圣的最有价值的事情 求法 学法 修法 正法 说法 讲经说法 包含这些 专门来做这个事情 那么这种事情心无厌阻 这个你去学法的过程 你不疲厌 也不会得少为主 这些都是菩提心的表达 如果他在利益自己来看 这些菩萨门 由于阿弥陀佛大愿保证 他都能成佛 我不学法也没有关系 但是他成佛以后要干什么事情 要度众生 众生无量无变故 所以求法 学法 传法 也无量无边 所以由这个大悲心 这样的菩提心 决定了他在求法的过程当中 不疲厌 不得少为主 长语广说 他学到的法干什么呢 不是放在那里 要搞一个知识产权 我好不容易求到这个法 我才不那么随便给你了 你的要谈谈条件 我这个法你给我什么 这样就叫令法 这个令法最后是没有智慧的 愚痴之报 所以一个菩萨他得到这个法 他就存一个心 我随时要广说 只要因缘成熟 无条件的宣说 因为求法的目的就是 安乐另一切众生 如果众生能够文法得利益 赶紧宣说 在这个广说佛法的过程当中 内心不疲倦 自无疲倦 这些我们说一说 对我们就很有指导意义 我们这些凡复众生 偶尔他也会学点法讲点法 说多了他就疲倦了 就觉得 怎么这么多事情呢 就有点讨厌了 就有点退转了 这说明我们的慈悲心 我们的菩提心的那个量 力量没有到那个份上 所以我们容易讨厌 有讨厌就会觉得疲劳 太辛苦 太辛苦 极乐世界他没有厌倦 所以没有疲劳 他永远做这个事情 乐在其中 利益众生就是利益自己 开发了众生的智慧 也就开发了自己的智慧 他在这里能得到 通过利益他得到自利的巨大的好处 所以他越做越欢喜 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 好 那在这样的广述佛法过程上中 击法骨 就是要使他的法像骨身一样 传得很远 建法床 就是这个床向要树立起来 就有威德 不怕一些外道邪魔来辩论 来威胁 他的法床的这种威势 要慧日 这样的法就是光明 就是智慧 就像一轮稿日 升空 普照大地 就能除灭一切众生的 无名 愚痴 暗明 你看 做这个工作不是很深深吗 这是给予众生真实之地的事情 所以一切菩萨要把学法 讲法作为他第一科目 这里也就提示我们出家众 比丘比丘尼 要把这个事情做为头等大事 去做 这些菩萨在他方世界 他要建立三宝 建立身团 建立身团要修六合境 六合境 你看也出现在这个无量寿经里面 说明六合境的原则 不仅是释迦牟尼佛一代使教的原则 乃是西方极乐世界 面向法界建立身团 建立佛教群体的一个原则 这里提出六种 和 和谐 相互恭敬 首先是见和同结 知见要相同 宗旨要统一 达成共识 生和同住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生团里面 在这个界内 大家都相互 怎么体现恭敬 就是 集体的活动 大家都要去参与 要上殿 大家都去上殿 要开会 要结模 大家一起来 要出播 大家也一起去 不能说 你通知我干什么 我不在乎 我不去 那你就没有做到生和同住 你不去 你就是对大众生的蔑视 这个因果是很重的 尤其是做结模法 不杀这些情况 你不去 那是要结罪的 生和同住 口和无争 相互的口业 没有争吵 应该说 让对方欢喜的话 赞叹的话 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 你尽量看人家闪光点 灿烂他的闪光点 你不要动不动 就指责人家的不足 人家的这种比较敏感的东西 你去把它宣说出来 这些你的口也不厚道 要口和无争 亦和同约 见面相互欢喜 戒和同修 大家的行为规范 都是奉行 二百五十条戒 利和同军 有十方的供养 大家平均分配 这些是建立生团的六个原则 应该这样做 有六合进主级的生团 它才有力量 生团的力量 生团的力量是 推动佛法的重大的条件 如果生团是瓦解的 一盘散沙的 也就注定 他的佛法的传扬 也做不下去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 六合进主级的生团出现 如果一个生团 比丘不按六合进的 这个原则去行事 我们都不孝 对佛和我们的 一个最重大的开示 我们都没有落实下去 只是不孝 这些菩萨们都修六合进 然后常行法师 就是对这个法布师 他不是做一次两次 而是抱着永远来住 恒常来住 尽行寿来住 常行法师 而且把这个法师 只要有人听法 他就去 就像善导大师那个理念 有一人要听这个进度法门 不惜生命 要前去为他去说 他有这么强的悲心 要常行法师 在这个做法布师的过程当中 要精进勇猛 要志向明确 要碰到任何困难 不退转 不怯弱 由于如果你进行法布师 去传播佛法 利益众生 这个过程 就有佛菩萨的价值 农天妇法的妇佑 这个心一定要发起来 其实我们 尤其末法时候的 逢法者 你说我们福的智慧是很弱 但是这个事情 必须要去做 广大的众生 有这种渴望 所以虽然我们准备不足 自己的水平有限 但仍然要自勇精进去做 你只要去做 佛菩萨一加持 我们的力量 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福德 我们的法源 可能就会越来越成熟 不能不去做 现在有些一出家 就准备住个金色 住在茅棚里面 反正我就一辈子这么待着 挺好 别人也不要管我 我也不管别人 就是这个心 你少数的比丘这样做 还请有可能 如果大部分都这个心态 我受了借 找个小地方待着 那这个法布是谁来做 中国大陆 确实我们教内 为广大众生 提供法布施的 这种能力 或者这种发心 或者这种效果 是很缺失的 否则不会有这么法轮功的 如果佛法广为传播 法轮功哪会有市场呢 就是你佛法都没有人去说 法轮功这些相似佛法 这个父法外道 才大行其道呢 所以面对法轮功这样的情况 几百万 甚至在海内外 这么一个气势 我们佛教界要生惭愧心 要反省自己 是我们没有做事 很多法轮功的信徒 本来应该是佛教徒的 但是我们没有提供佛法给他 所以这些都要去把法布施的心发起来 这样才能为世间众生做灯 灯明 你这盏灯亮了 你就能有光明 这盏灯的光明 就能在黑夜当中管事 哪怕这盏灯的微弱一点 但也能够看清楚一点道路 要么一团漆黑的话 他不知道在悬崖峭壁里面 马上摘下去 他都不知道 因为他没有灯明 所以我们每个修行人 虽然我们没有证悟的这种菩提心 但我们至少可以说 我们也是初发心的菩萨 我们也受过菩萨戒 我们也发现要为世人做灯明 那你能够为世间做灯明 你给一切众生的旧经的利益 你就是世间人天的最圣的福田 所有的人给你供养 就能生长他的福德 最圣福田 那么这些菩萨 分身到他方世界 常为一切众生做老师 做导师 对一切众生具有大平等性 没有真爱之情 平等性 到生生世世 就是为了专要求法 尝心法师这个事情 所以他做这个事情 唯一好邀的就是佛法 正道 思维的就是 怎么把这个大乘佛法学好 把大乘佛法传播出去 内心当中 不会有其他的 这个得食恩怨 这种情绪反应 都没有 心就是心喜 不像世间人赚了点钱 提拔一个官位 就高兴坏了 夫人官位撸了 公司开不下去了 就痛苦地要跳楼 这些菩萨都没有 这些世间的这种 患得患失 功名利禄都没有 就是围绕正道 其实这种处世的人生价值观 我们也能够去效仿的 虽然我们还在娑婆世界 我们也可以做围绕正道 我就是专门学佛法 我好邀佛法 我在里面自得其乐 这个世间的事业 世间的穷同得失 我根本就不关心了 根本就对我产生不了情绪反应了 实际上我们也能做得到 你唯要正道无意兴起 要利益众生 你得要对自己严格 拔足于赤 就是要少欲 甚至断欲 这个欲 五欲就像赤 你不把它拔掉的话 那你自己得不到安宁 你更不能去安乐一些众生 一个人有私心 有欲望的这种妄想 他心量是打不开的 他是很难利益众生的 一个众生来到他想到 我在他身上能够得到什么 他是这样的心 那把这个欲望断除了 他是无我的智慧 他有同体的慈悲心 这时候众生来到他才会 很纯正的想到 我能够帮助他什么 我能够布施给他什么 完全是给予的 这样才能安乐一些众生 这样他吉功累得 他的功德智慧 才能到达殊胜无能的地步 你能这样去做 你才能得到一些天人的尊重 尊敬 你才能得到十方诸夫的赋念 你才能得到天龙赋法的赋词 给你赋词 这都是一环扣一环的 所以这就要真诚 如果你里面借着这样的弘法 实际上是想到自己的明文力 这就不行了 所以做佛教的事业 确实个人的欲望 一定要剿密 有个人的欲望 是干不成佛教的事业 是很难利益 一定是有无我的慈悲心的人 一定是有大布施的人 他才能得到人的尊敬 这是放置嗜好而皆准的真理 所以一定要无我无私 那无我无私一定是 剥入智慧现前他才能做得到的 这都告诉我们 我们不是讲弘法吗 这些极乐世界的菩萨们 已经告诉我们 怎么弘法的心态和方法了 这个时间到了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